阴阳八盘掌,内容博大,全法精妙,在全国无数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,阴阳八盘掌法,他的走转行动毫不停息,手法腿法步法身法,面画多端,姿势时正时邪,时转时翻,时起时伏, 并且各个动作组织严密和技法上纵横游击左右盘旋,大有冲锋陷阵威力等,阴阳八盘掌法为八卦掌的一派, 其技法在通常所知的走转练习基础上,又加入了层次分明的装法,腰间法,掌法,腿法,步法,身法,手法, 和盘旋过手的走法等各种面法 明中的阴阳抑制天地,八盘掌法, 暗合八方,该法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实战性,在我国的武术史上,即在所谓内加权技的发展上,是具有新的里程意义的, 阴阳八盘掌法在文安有悠久历史,该技术在手法上,有阴出阳入的特点,即棋手和发力,是各有它们的作用的, 另一个是拖掌手法形式的长臂,阴阳八盘掌的第五大师地盘是,通称转掌,平举身向转掌圆周路线的圆心的一臂,总是伸展的极长,这样会给技法上取得攻防的很大优势, 在腿法和步法上,阴阳八卦掌是步中有腿和腿从步出的,阴阳八盘掌作为根基的许多腿法中, 有勾、挂对手腿部的腿法、里勾里和外勾腿,有横拣对手腰脊的腿法、里心裸腿和外心碎腿等等, 这些腿法都不是事先占用一腿做好支撑步子,然后才发出另外的一腿, 而是随着基本步法,即阴踏阳扣步法,随时随地都可发出任何一腿的, 因为阴踏阳扣的步法,每一起腿时,都是含有提、踩、勾挂等尽力内容的, 在身法上,阴阳八盘掌,一是针对自己的技术形式,确定下来手臂、凝裹、身是偏斜情况下的身法原则, 即李振卿口传的身法四正原则,所谓的身法四正就是说, 当拧臂、拧腰、裹肩、裹胯、身是或偏或斜的时候, 上身和头、颈的正中线总是要和两臂保持相对居中的部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